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深圳的海选现场 深圳的海选现场宝贝们是在宽敞明亮的体育馆里做游戏的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徐柳 现在呢 我是来到了深圳 为什么要来深圳呢 因为在这儿正在举行七桥版健康宝宝大比拼的海选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哇噠的体育馆里面 会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宝宝来这里参加我们的比赛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到千道处去看一下 哎呀 你好 你好 宝宝多大了 十三个月 那为什么要带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海选 就觉得想要他跟佛林的宝宝在一起多交流 多大了 十四个月了 十四个月 他在家里这个爬呀 然后站啊 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样 就很好了 但是他站还是要扶着站 就是扶着牵着走 爬呢 爬很好了 行动自如啊 那么现在我们的海选正在进行 这个比赛呢 非常的有意思啊 宝宝们将要穿过三个小山坡 用爬的 然后从妈妈这边走到爸爸这边 然后再折返回来 我们要看一看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每个宝宝折返的次数最多 那么这个月灵宝宝的特点呢 也是他们已经能很好的爬了 并且有一部分宝宝走得都不错了 所以呢 我们专门针对他们的这个时期特点 设计了这样一个游戏 我们看看到底哪个宝宝表现最棒 经过海选之后呢 一共有十位 十二个月到十四个月 月灵段的宝宝进入到了我们这一轮的PK 那么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呢 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乘风破浪 爸爸和妈妈将在两边各自手持固条的一端 形成一个波浪啊 上下的摇动 那么宝宝呢 从妈妈这边作为起点 往爸爸这边爬 是从波浪上面爬过去的 待会儿到了终点之后 再往妈妈这边爬的时候呢 就从波浪的下面爬回来 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每两位宝宝能够爬得最快 哎呀宝宝 妈妈使劲地在抖它 我觉得可以把它直接拎起来 它也不太空的 萌萌小朋友 我们紫色波浪家庭的这个小朋友啊 每一次都爬到别的小朋友那儿去 哎 我们蓝色波浪家庭的宝宝 已经是一个来回完成了 哇 三号小朋友 这一轮表现非常好啊 好 时间到 好 第二组宝宝呢 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组宝宝的表现怎么样 这个阅龄段的宝宝呢 有一部分宝宝已经能走得很好了 对 所以让它从头到尾一直爬着 有一些宝宝就不太乐意了 我愿意用走的 来 加油 不但会走 我们都会跑了已经 走上面 走上面 从这边过去走上面 小超人 小超人自己在这个紫色波浪上玩得很开心 二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到几十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经过刚才的海选和PK之后呢 我身边的这两位小朋友 两位可爱的小宝宝 那么就成为了十二到十四月灵段 将代表深圳战去到北京 参加我们七超版健康宝宝大比拼的最后胜出的两位 祝贺 来 我们女士优先啊 采访一下 乔乔你好 乔乔几个月 十三个月半 十三个月半 刚才的表现非常突出 表现得很好 平时在家里会跟她做很多这种亲子游戏吗 经常 你觉得她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喜欢音乐 好动 然后爱说 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伙子 孙孙 你好 孙孙呢 是十三个月的 还不到 是吧 对 平时在家里跟她玩哪一类游戏比较多 互动呀 看卡片呀 做一些举高 然后飞 飞 今天宝宝的表现特别的突出 对不对 对不对 谢谢 那这两个家庭将作为深圳战的代表 去到北京 那希望你们到时候在北京能玩得开心 再次的祝贺 深圳海选之后 选出的健康宝贝是深深和乔乔